大家好 我是小杨 今天去辅料市场想买一些辅料 像拉链线扭之类的 但是铺了个空 人家有些是要2月1号才来 有的干脆是要过了正月15才来开门 就是这个样子的 拍给大家看一下 大家户户都是关门的 有些门上面贴着要过了正月15才来 有些是贴着二月份来 今天的话是1月30号 通过这件事情跟大家讲一讲 我们海宁做皮衣 之所以能形成全国最大的规模的 皮衣生产基地 主要是有一个巨大的产业裂在这里 这产业裂当中少了几环都不行 首先就是从最前面就是设计师跟制板师 如果没有设计师给你设计出衣服来 你也没法做 设计出的衣服来没有制板师给你制出板来 你也没法做 要制出这种组织的板来 然后才要按照这个板来做衣服 然后有了这个板有了设计师制板 然后要有各种各样的原料 巧合难为五米之吹嘛 没有原料 没有材料 辅料肯定是不行的 原辅料的话像做一点皮 包括原料的话有皮 像什么牛皮啊猪皮 当然内胆的话像雕毛 胡莉毛这种 然后辅料的话 有像钮扣啊拉链啊缝制的线啊 还有一些礼布啊 这做一点衣服 最简单的衣服啊 礼布 缝线 拉链或者钮扣 这三样是必须的 有些是拉链的 有些是钮扣的 有些是两者都有的 这其中任何一样少的都是做不了的 像我现在去买一个这个衣服 跑一个空 这个衣服就做不了了 只要少一样东西你就做不了 只能等着等他们来才能做 然后有的这些原料 然后你还要有师傅来做 包括裁剪师傅啊 然后缝乱师傅啊 缝乱的话 包括前道啊后道啊 然后后面还有字简啊 整理啊 晕烫啊 各个各个关节都是要有能的 少一个人也是不行 所以说 能也是缺一不可的 光靠我们本地的海林本地的这些 肯定是不行的 现在海林本地大部分年轻人 像我这样40岁以内的 基本上我没能干 愿意干这行的 大部分都是40岁以上 甚至50岁以上的 所以说很多人都干不动了 不及那些外地的 像安徽啊四川啊 什么河南地方过来的 他们二三十岁 都在干这些活 我们这边本地的 没能愿意干这些活了 所以说少了这些人也是不行的 然后一件皮 如果是复杂一点的 有绣花 硬花这种 那么我们自己也是做不了的 也要找第三方 要找那些专门做绣花 硬花这种去做 那种的话 他们单件一般是很不愿意绣的 所以说 如果少了这个环节 那么这种绣花 硬花这种衣服是做不了的 还有像这种纽扣的锁眼 就是像这样一件衣服上面 不是有那种锁眼吗 这个我们自己也是不做的 还有像这种油边 一个领子薄薄的那种领子 那种叫油边 那种也是第三方做的 我们自己也做不了 因为我们不可能为了这 这个几件衣服 专门去买一个油边机 或者锁眼机来做 这样成本是划不来的 肯定是专门交给那些专业的人做 他们不光做得快 做出来也比我们自己做好 反正各行各业吧 做一点成衣 如果是所有的皮衣类型都算在一起的话 我们海宁涉及到的小的工种 可能有上百种 上百个工种 从各种各样的原料批发商 生产商 还有各种各样的技术工 可能有上百个工种 只有这样一个形成 这样一个巨大的皮衣生产产业链 才能够真正的做出一件 像模像样的皮衣类 他们各式各样的像模像样的皮衣类 这其中少的任何一个环节 都是做不了的 所以说你如果你说我几个工呢 跑另外一个地方去离开我们海宁 记住很难做出来的 必须有这样一个巨大的一个产业链 各行各业才能形成 所以说我们这两天还没开工 很多工厂也一样 基本上都要过着正业师傅开 才能开工 因为你自己开工没用 有了工人 你又没有一些第三方来配合你 你也做不了 没有原产料买 买不到你也做不了 只能等到正业师傅 大家都起了 整个产业链的人都到期了 才能真正的完全开工 这就是我们海宁皮的一个巨大的产业链 跟大家介绍一下 过了正业师傅之后 基本上什么衣服都能做了 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吧 再见